最近很火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 这两天在朋友圈还是在各个论坛里 因为三星堆打架打嘴仗太多了 三星堆我是当年去四川的时候看过 就感觉很惊叹 就这个东西不太像中华文明 而且那种精致程度超出你想象 我还记得中国有本杂志国家地理杂志 当然不是国外的国家地理就咱们国内的 他做了一期这个选题 封面叫上帝为什么造四川 其中一个核心选题就是三星堆 就三星堆是四川璀璨文明的一个代表 为什么他会引起这么大争议 就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 和其他一些权杖之类的 你发现和中国文明 甚至和中国人没什么关系 你看他那个就是青铜面具吧 那人呢高碧梁 古眼珠 招逢耳 嘴叉咧着 看着不像中国人 特别像那个古埃及人 像那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穆巴拉克长得像那个 而且那权杖都是法老什么啥 很多人看过木耐一一二三 觉得跟那个特别像 那黄金权杖 说奇怪了 万里迢迢之外的这个中国 就是怎么会有跟西亚文明 跟那个古埃及文明 苏美尔文明那么接近的呢 有人就得出一个结论 说有可能啊 就是那边的文明传过这来的 古埃及古苏美尔 因为埃及和苏美尔文明 比中国文明要早嘛 古埃及是七千年前 苏美尔文明大概是五千五百年前 跟中国比呢 可能都要早 有人说你胡说 中国五千年文明不少 谁告诉你五千年文明的 咱有明确记载的 是这个周朝的时候 是有明确记念 古人暴动啊什么这事 再往前呢 商贷呢 是可以考证的 因为有这个河南安阳的殷墟 在那里边那个什么 四母屋大方顶啊 什么甲骨文呢 都考证出来了 可是夏商周 这夏到现在为止 谁发现了夏朝的遗址 一个地方都没有 如果你确实存在这么个朝代 那为什么一点遗址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所以这夏是不是编出来的 即使你把夏算上 咱也不够五千年 比如说那前面有呢 姚顺宇什么的 但是三方五地那是据传说 传说你能当真吗 所以很多人在这上啊 就做文章 说这个咱比那晚 是不是就是从那传过来的 这个倒是有一个 顺序上的道理是什么呢 你看80年代的时候呢 世界上的古生物专家 和古人类专家研究出个结论 说我们人类啊 共同的祖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 从非洲走出来之后 才蔓延到世界五大洲 如果你要从这角度看 现在我们大家都承认 咱们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承认 是人类共同的祖先 是在非洲出来的 就说等于给我们 不管是白人黄人 找一个黑祖宗 说从那出来的 这不假 那么我们现在看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 是从非洲出来的人类 到了非洲北部的埃及 有古埃及文明 跨过尼勒河这边 苏美尔文明 两河流域 然后再往这边来 有印度文明 有印度文明通过 丝绸之路 或者说喜马拉雅 什么青山高原 到了中国 有黄河流域文明 长江流域文明 乃至川属文明 巴蜀文明 等等等等 可不可以理解成一种 文明的正常延续 我认为这个猜想 起码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但是这一点 很多人就不满意了 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 大家提倡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咱们华夏文明 要唯我独尊 从汉朝时候开始 就有中国的概念 就是中央之国 我们这是发源地 其他都是蛮夷 如果你要认为 我们这文明 从那传过来的 是不是这点虚幻的 历史尊严就没了 所以很多人受不了 难以接受这个 你看在知乎上 有那么一个人说 说他是狂热的 汉服爱好者 狂热的中国文明爱好者 认为自己是 真正的炎黄子孙 但是到那一测血统 发现就70%汉族的血统 20%多蒙古血统 还有一些什么 其他蛮夷的血统 他受不了了 说当时 那是查不思 犯不想 活着都没意思了 把汉服也退了 连玛米兹都不想练了 我说这人不神经病吗 我告诉大家 我们尤其是北方汉族 我们身上的血统 是匈奴险卑队枪 五族共和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 民族大融合形成的 就是你看 东汉西汉也罢 你是张谦通史西域啊 还是魏清获取兵 大破匈奴啊 还是斗仙一支 打到燕之山那去 乐视寄攻啊 把这个匈奴打到欧洲去 咱们看着 犯我强汉者 随远必诛 咱都是战狼 怎么的 其实你乐什么呀 那不是你的祖宗 把人家打跑了 是我们俩祖宗干起来的 就我们是 都有着盟国啊 匈奴这些血统 所以这事很正常啊 这哥们是汉服都不想穿了 你以为汉服 就是很纯正的东西 现在很多人玩汉服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呢 这汉服是特定年代产生的 时代总要进步 为什么有赵武林王 呼呼学舍 短一斤小打扮 才能有骑兵出现 才废除战车 整个军事 才能往前进步 你看有几回民间 搞汉服的活动 我看着可乐 为什么 汉服女孩子穿还可以 宽袍大袖的挺好看 这男的穿嘛 不是那个味道 为什么呢 中国古代的男人呢 都叙叙有胡子 穿上汉服 宽袍大袖 夹胡子 很飘逸 这没胡子 现代人多数不留胡子 他穿汉服就怪异 你就看谁男的穿汉服 都跟太监似的 没胡子的 所以那个时代 有那个时代的方式 你到现在他就不适合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 民族文化传统 传下来的东西 你那么想 我们的文明 就是古埃及 苏默尔传过来 又能如何 那只能说 我们吸收和改造 继承外来文明能力 是超强的 我们因此会感到自豪 那就是他传的 又能如何 或者反过来 苏默尔埃及 是我们传过的 那又能如何 那你今天 你不该吃吃 该喝喝 该干啥干啥吗 你不一样消费外国的产品 一样的为我们国货 你也该支持支持 不会改变的 民族自豪感 是你把我们现在的 这个国家建设的更好 而不是靠着老祖宗一提 敢使风 敢祖宗怎么的 我认为 那个才是真正虚无的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所谓民族自豪感 是特别虚幻的一种东西 民族自豪感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没有参与 历史上或者现在 任何一次 宏大历史事件当中 你提供正能量的支持 或者你是直接参与者 或者是完整的传承者 和推进者 你啥也没干 就说我们国家历史上 有这么事 你就自豪了 你想想 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吗 这不是给自己的 无能做遮掩吗 你比方说 说姚明篮球打的好 我骄傲 我自豪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分钱关系没有 春晚上孙涛的小品 我骄傲 你骄傲什么呀 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没关系 如果你是推动者 亲力者 传承者 你做了贡献 你骄傲是应该的 跟你没有关系 就说明你啥也不是 只能为这事骄傲 我只能骄傲 那么你的贡献体现在哪呢 当然我说 这个不光是说我们中国人 那你西方国家 都有这样的现象 就这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 你比如说美国人 美国人到法国 就是前些年的事 美国人指着法国人 你们这帮法国佬 整天就知道搞对象 要没有我们美国人 你们现在还说德语呢 二战的时候 法国投降了 盟军去等于解放了欧洲吗 可是问题是 你作为一个现在的美国人 你嘲笑法国人 那诺巴尼登陆是你干的 宫克伯林是你干的 你是巴顿呢 所以这种民族自豪感 是非常虚幻的 就我们今天 由于三星队的问题呢 很多人考虑说 哎呀 这个不能让这个东西 是变成外国传进来的 得是我们自己自力更生 其实现在对三星队 有很多未解之谜 还没破开 你还包括在青铜器的研究 有很多气形 就是从中原传过来的 谁能说 它一定是古埃及苏默尔的文明 还有人说是外星文明 所以对未知的东西 我们保持敬畏 永远把它作为一种 未知状态去探索 可是现在 如果你假定 这文明就是我们的 就是童话外来文明 那你不是拿着答案 去找线索吗 不是主题先行吗 这不仅不是科学的 考古和科研的态度 同时也对我们虚幻的民族自尊心 是没有好处的 这会让你在这个虚幻的状态当中 加大一银的力度 这不是一种正确客观的科学态度 所以咱们姑且不要争论 三星队到底是从哪到哪 现在不还没挖球完呢 慢慢看 一点点看 咱看后来会出现什么 我们抱着一种非常期待的态度 希望这个谜底能够揭开 如果说这个文明 是我们童话外来文明 我们高兴 如果说这文明就是外边传过来的 我们同样高兴 一种文明形态在世界范围开花 本身就说明人类的迁徙能力 是我们今天创造璀璨文化的 一个重要的方式 正如我们如今 中国不是孤立的 是跟世界结合在一块的 从那个时代就证明了 世界是平的 是普遍联系的 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人 应该秉承的一个主旨吗 所以三星队的事先不要整论 预设立场 预设一个答案 更加没有好处 谢谢大家